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获现金五万多元及筹码五十万等证物 并把人带回警局 共逮捕负责人及赌客十四人 并查扣现金五万一千两百九十元 筹码五十万及赌具等证物 全案依刑罚赌国罪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藏生彩券行内的职业赌场最终逃不过警方查气 一群人通通被移送法办 明镜新闻赵永波 华联报道